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 回来之后接着聊 我找对象的个头 最低一溜山 不能太胖 尤其不喜欢年人赖记的 感觉太不成熟了 现在我每年在长春工作8个月 回水阳待4个月 水阳买了一套84平米的房子 如果女生想在长春定居 长春随时买房 喜欢我的姑娘留灯吧 好 我好小圆圆 这个身高要求是硬件标准吗 我住1米6 就差那么3厘米 3厘米这个距离还行吗 如果别的方面足够优秀也可以 我觉得我挺优秀 4号 点地儿 你好小伙 我想问一下 你会选择一个离异的女孩吗 但是没有孩子 不好意思 这应该是父母都不可能同意的 你不觉得离过婚的女人 然后经过了失败以后 就会更加地珍惜 因为我觉得经历是最好的成长 因为我就是一个离异女孩 但是呢 经过了失败的婚姻以后 我能来到这个舞台 我是希望 我也是全心全意来找对象 然后我也想找一个 踏实 能靠得住的 一个男人 能给我一个肩膀依靠 让我有安全感就可以 你不能接受我离异 所以不好意思只能灭灯 实在不好意思 丁地儿啊 才是第一次听你说起这方面的事 对 因为这个男生 我挺看好他的 因为不知道你对我有没有印象 有一天我来面试的时候 我看到你了 就是我是酷灵那个小姑娘 这么巧 所以说今天我也挺高兴的 在这又叛见你了 如果说我不是李懿的女孩 你觉得你能看到我吗 如果不是李懿的话可以考虑 来看一下 亮灯的两位姑娘啊 三号婷婷和五号小圆圆 掌声有请三号冷婷婷 五号小圆圆有请两位 两位姑娘都为你亮灯啊 接下来问一个 你就想问的问题吧 可以请一中人吗 要请一中人是吗 是的 但回去 想回去啊 嗯 我们终究是错过 从未的时间如果 从过落许多在一栋的迷恶 如果机会就这么错过的话 你错过这一刹那 刚刚这一刹那 可能就是你的很好的人 我是这样想的汪哥 我是个随眼的人 他要去喜欢我的话 就不会去请一中人 最后再发现在一起不适合 离开时得不快乐 在街市难分难舍 爱我的感觉 小圆也想回去吗 不想回去 怎么出来了都 嗯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小伙子上场的时候 选择的一专是谁 你还出来吗 你还出来吗 出去 燕子姐 这回我回去了吗 我请求回去吧 谢谢 真任性 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没想到啊 我也没想到 我要请人家要请一中人 你直接就说 那我回去吧 对 我认为是这样的 燕子姐 就在感情当中吧 我是一个 比较注重演员的 在一个看到他的人 就是能吃苦的那一方面啊 我都是特别喜欢的 但是我认为 两个人毕竟是感觉嘛 他要是 真的是选择我了 他就不会请一中人 但我没想到一中人是我 有问题要问吗 我感觉我们两个的性格挺像的 我也是这种 做过的事 重来都不后悔 也不勉强 所以我们 在一起吧 祝你们幸福 好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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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先回来 先回来 郭厂长 这20万真的是一笔大数额了 但是这个钱王哥不能收 否则就成了卖角色了 今天最高兴的收获 是你们俩的牵手 希望你们把事业做大 把日子过好 爱情甜甜蜜蜜的 这才是我们的心愿 对的 婷婷啊 不管你愿不愿意啊 这部大电影都欢迎你进座 好的 谢谢王哥 谢谢燕子姐 谢谢剧组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觉得两个人一起进组 演一个客串的情侣啊 什么都可以的 对不对 挺好 大家拭目以待啊 刚才你们期待那个角色 期待那一幕 不会在这儿发生 但有可能在电影里发生 好 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 掌声祝福他们 牵手成功的女嘉宾 将会获得由老红香珠宝 提供的价值3999元 一剑千星系列18KGP系产品一剑